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顿网.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这期课呢我们继续学习Linux Auto系统的管理与维护 我们这期课呢主要给大家讲解 MySQL数据库的主层复制结构的这种安装和配置 那么在学习MySQL数据库主层复制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把提前的环境准备好 那么在这种结构里面呢 我们至少需要两台Linux操作系统的这种服务器才可以搭建起来 因为呢这个呢是需要两台独立的数据库 他们之间呢来做这种数据的同步 因此呢我们至少需要两台Linux操作系统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直接使用vmware 然后呢启动两台MySQL数据库的这种服务器操作系统 那么首先还是一样 我们呢把这个MySQL的这种两个虚拟操作系统启动起来 然后呢分别给它以不同的命名来加以区分 那么一台呢是主数据库服务器 我们叫它MySQL Master 那么另外一台呢叫做从服务器 我们给它命名叫MySQL Slayer 那么把这两台Linux虚拟操作系统启动起来之后 我们需要使用远程客户端 然后登录进来进行操作 我们还是一样 然后呢打开putty 打开这个putty软件 然后连接上来 这里面呢我们首先选择MySQL Master 这个这个呢是主数据库服务器 我们登录一下 然后呢再打开putty 我们需要把从服务器也同时登录进来 输入管理员账号密码 这个两台虚拟操作系统同时运行啊 这个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啊 我们稍微等一下看一下 登录进来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登进来了 这个时候呢发现 这是一主数据库服务器 叫做MySQL Master 在这呢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呢我们再把从服务器也登录进来 然后直接输入用户面的密码 那么进来之后呢 我们也发现MySQL Slayer 那么这个用户面也是存在的 好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 两个不同的Linux操作系统都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分别给它命名为MySQL Master和MySQL Slayer 两个虚拟操作系统 这个时候呢为了加以区分 我们必须也要查看一下 他们的这种相关的这种网络链接是否正常 因此呢我们首先确认一下它的网卡配置 那么主数据库服务器的IP地址呢 是192.168.229.131这个IP地址 那么这是主数据库服务器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从服务器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从服务器呢 是192.168.229.133 那么他们两个人呢是两个不同的IP地址 因此呢也是两个不同的Linux服务器操作系统 而且呢我们要保证这两个操作系统它们之间的网络是互联互通的 因此呢我们需要用网络命令来进行测试一下 我们从主服务器上然后直接去评从服务器的IP地址看它是否是通的 然后呢直接输入 从服务器的IP地址133 大家看一下 那么通过这个拼命令呢 我们可以测试出来发现它们之间呢是互通的 我们再看一下从服务器 它和主服务器之间是不是也是互通的 然后直接输入131 好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通过这两个命令呢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确认主服务器与从服务器之间 它们的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两个服务器之间互通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来配置我们的MySQL数据库服务器了 那么在配置之前呢也是一样 我们首先要先确认我们的服务器上有没有安装MySQL这个服务器软件 如果有安装的话呢 它会帮我们查找到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需要手动安装一下 然后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那么我们准备的环境呢 因为是一个空白的默认的操作系统环境 因此呢我们需要带着大家从头到尾做这个主同复制的结构 那么首先我们通过YAM的方式来直接安装MySQL数据库服务器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直接去输入YAM然后-Y 然后呢installMySQL.i386 还有MySQL-server S12V2.i386这样来安装 然后呢这个呢也是一样 要保证两边都要把MySQL数据库给安装上 直接输入MySQL.i386 MySQL-server.i386这样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找到了已经开始下载了 那么它的大小呢大概是15兆左右 MySQL和MySQL-server这两个软件呢分别一个是服务器端的一个是客户端的这两个软件呢我们都需要把它给安装上 那么另外一个呢关于PortDVD呢这个是关于它的这种一个依赖的一个库我们必须是要安装的那么安装完成之后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基本上就算是在安装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这个MySQL数据库主存复制的这个配置 那么主存复制它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搭建一个web系统或者说web网站 我们去连接我们的数据库的时候如果你只有一台数据库服务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台服务器一旦出现问题 那么你的整个网站或者整个web应用它就没有办法去访问了因此呢我们需要一个主存复制的这么一种结构 那么如果有了这个之后呢当我们的数据库也就是主数据库服务器一旦出现问题一旦出现当机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网站它在去连接数据库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去切换到从服务器上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既不影响用户的这种体验和浏览那么呢又可以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修复我们的这种数据库服务器 因此呢它在这个企业的生产环境当中占据着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位置 而且这个在整个的企业当中应用非常的广泛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呢熟悉掌握起来 大家看一下啊这两边 这两边的这个MySQL数据库都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确定启动一下看能不能它能不能正常启动起来 我们输入service然后MySQLD然后呢start这边呢也是一样service然后MySQLD然后start 那么发现两边的数据库服务器都能正常启动起来 我们直接进入看一下是不是都可以正常进入 那么通过这个命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正常去访问 那么在配置主层复制结构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两边安装的MySQL数据库版本必须要是一致的 否则的话呢在配置过程当中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因此在安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版本一定要一模一样 大家看一下这两边安装的时候都有一个叫做silver version 5.0.95 那么这边呢也是一样silver version然后5.0.95 因此呢这个可以确定我们两边的MySQL数据库服务器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配置主数据库服务器 我先来配置主数据库服务器 那么这个怎么来配置 首先打开MySQL的配置文件叫做my.cnf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我们在这个里面需要收入两行参数 一个叫做server-id等于1然后第二个logbin然后呢等于把它指定一个MySQL的数据库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直接输入var然后libMySQL下面 然后我们管它起一个名字叫做mySQL-bin.log 这个时候呢主配置文件就配置完了 然后呢我们直接保存退出 直接输入serviceMySQL-d 然后呢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 以确定我们配置的是正确的 大家看一下这儿呢重启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错误 那么证明呢我们的MySQL数据库配置文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呢我们可以正常启动起来了 那么启动起来之后呢我们直接输入mySQL 然后呢在这里面直接输入showmaster master呢是它的主数据库的一个参数 master后面呢直接输入status叫status 也就是它的状态的意思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状态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它的输出信息里面会有一个叫做file 也就是说它生成的一个这种mySQL-gum-bin的一个这种文件 叫做主重复制文件 还有包括它的position等等 那么这里面有它的这种具体值 然后呢有了这些星期之后呢 就可以确定我们的mySQL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的主数据库mySQL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配置主数据库的第二个步骤 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第二个步骤呢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主数据库里面的 所有的这种相关数据表做一个锁定 然后呢把里面的这种数据库啊从头到尾的导出来一份 那么以确保我们的数据库现在没有被任何人操作 这样的话呢防止防止其他人在做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多备份然后出现一些这种偏差或者错误 因此呢我们先将mySQL数据库当中的一些表做一个锁定 那么如何来锁定这些表首先输入flash 然后然后输入tables with read lock 那么这条语句呢就表示你要将所有的表呢做一个这种锁定 这个时候呢别人是没有办法做这种写操作的 他不可以往表里面插入数据或者修改相关的数据等等 我们把它锁定之后然后呢直接退出 退出之后呢我们需要将我们的mySQL数据库啊做一个这种导出操作 也就是说一个备份操作 那么备份呢我们需要用mySQL dump这个命令 然后呢直接后面跟上相关的参数 这个呢-h呢是表示主机我们直接输入localhost的 也就是我们要导本地的数据库 那么绑定的是本地的主机 然后呢-u表示呢是管理员的账号 然后呢-p 然后呢后面输入一个3306 这个呢表示是数据库的这个访问端口 后面呢再跟上一个叫做-p 那么这个-p呢表示的是密码 然后呢我们要导出的数据库是什么 是test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我们把它直接导出到home目录下面 然后呢给它起名字叫做test.circule 这时候直接回车 然后它需要求输入密码 我们的mySQL登录是没有密码的直接回车 那么这个时候呢直接进入home目录看一下 有这个test.circule这个数据库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导出来的这个数据库服务器 导出来的这个数据库啊直接要覆盖到从数据库服务器上去 保证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数据库的这种表结构 那么都是相同的一致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之间才能实现这种互相同步操作 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使用scp这个命令 然后呢将test.circule这个数据库直接传到从数据库服务器上去 直接输入它的登录的这种ip地址 然后后面跟上它的这种ip133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home这个目录下面 直接确定 然后呢输入对方也就是输入从服务器的密码 登录密码确认 然后传过去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边home目录下面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test.circule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它已经存在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数据库当中的这个表锁定啊 直接解锁了 那么如何来解锁 输入unlock 然后tables 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query ok 就表示这个所有的表呢都已经解除写操作了 我们直接可以退出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整个的主数据库服务器就已经配置完成了 就已经配置完成了 我们呢接下来呢是需要配置这个从数据库服务器 那么我们可以在主数据库服务器里面呢直接将这个信息给记录下来 稍后呢我们要用到这个信息 就是关于这儿这两个信息 一个是file这个文件的名称 另外一个关于它的position也就是它的位置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值给记录下来 因为后续我们再去配从服务器的时候需要用到它 那么首先从服务器这边如何来配置 它和主服务器那边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 因此呢也是一样 我们首先先要打开它的主配置文件 那么进来之后呢 在这个里面也是一样 首先呢我们也是要先输入几个参数 一个呢是叫做server-id 然后等于 主服务器上的那个值呢是1 因此呢这个id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起成2或者3要保证它们两个之间的id号是不同的 这个呢是为了加以区分 那么另外一个关于logbin 这个我们也是一样把它放到相同的目录 var然后lib下面一个mysq 后面呢我们直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mysq-bin 然后.log这个呢是一样的 那么再往下追加 master-host等于主数据库服务器的ip地址 192.168.229.131 然后master-user等于 关于主数据库那边要连接的一个用户 那么这个用户呢需要我们在主数据库的数据库里面创建出来 那么这个如何来创建 在主数据库这边我们需要做这么一个操作 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先要把这个用户给创建出来 我们直接输入glant 然后replication slable 后面呢直接跟上什么 直接跟上这个用户的名称 然后呢这里面会涉及到权限 我们先是要把所有的权限给到这个 然后呢直接呢给它追加一个用户名 比如叫做slable-use 然后呢跟上它的这种主机名称 我们重复伺服务器的ip地址就是192.168.29.133 这个时候呢直接再跟上它的一个密码 id enti fied 然后by 这个呢就是用来设置它的密码 那么在后面呢我们给它设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我们给它设一个简单的密码 然后确认 大家看一下 ok这儿呢出现一个错误 是这种标记错误 我们首先来检查 这个错误呢可能是我们少数了一个参数 具体这个参数呢是在这个 呃关于这个权限设置这儿 我们少数了一个on 然后呢这个参数是这样的 glant replication-slable-on 然后呢将所有的权限付给这个用户 叫slable-user 后面呢是跟上它的ip地址 然后跟上它的密码 我们再确认看一下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 create ok 那么就表示这个用户 我们已经创建成功了 那么我们来查看一下 这个用户是否存在 首先呢我们用mysq这个cool 然后呢直接输入select 然后跟上host 然后user password flow-user来自这个表 确认 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表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主机呢是192-168-29.133 这个呢是从数据库的ip地址 slable-user呢 这个用户已经创建出来了 它的密码呢也是存在的 因此呢在这儿 我们去做这种相关设置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master-user 那么这个主从复制连接的这个用户 给它加上 我们管它的名字叫 slable-user 然后呢master-pass 这个呢表示是主数据库服务器登陆的密码 直接输入123456 我们这么设置的 然后再往下master-hot 关于它的连接转口号 我们直接输入3306 mysq数据库默认启动之后呢 它的转口号就是3306 再往下master- mysq-on-connect 然后-retr retry 然后等于60秒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当我们去尝试连接主数据库服务器的时候 间隔60秒 如果第一次没有连接成功 要等60秒之后再去连接 那么再往下reply kit 然后-do -db等于 然后test 我们要复制这个数据库 因为我们导出的就是test的这个数据库 因此呢我们要做这个数据库的 主充复制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配置文件就配置完成了 我们保存退出 然后呢直接重启我们的mySQL 数据库restart 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充其成功了 我们直接再进入 那么进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验证两个参数 以确定它和主数据库服务器 之间是互相通信的 而且是正常的 如何来验证 直接输入show slavo s status 大写的g 然后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从数据库服务器里面呢 相关的参数会比较多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的参数会比较多 那么这些参数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两个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slavo ia state 这个呢表示 waiting for master to send event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呢 就表示它是一个这种io的这种输入状态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能看到 我们需要跟主数据库服务器之间做这种通信交互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masterhost 就是这个主数据库服务器的IP地址 131 是这边的 那么再往下呢 关于masterport 3306 我们 它的断口号 然后呢 再往下就是连接的这个时间 那么通过60秒 那么紧接着呢 是它的logfile 那么这个logfile和这边logfile 只要是相同的 那么就表示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同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看一下 一样不一样 showmaster 然后status-g 确认 那么大家看一下 myfical-bin.0000001 然后myfical-bin00001 这个时候呢 它们之间是一样的 再看position 那么position是243 它的position也是243 那么说明它们之间通信也是没有问题的 互相通是可以通过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这种相关的测试了 那么如何来做这种相关测试 首先 我们输入use-test这个数据库的名称 然后呢 我们先来show一下这个数据库里面 有没有相关的表信息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呢 有一个AA的表 我们再看一下主数据库这边 也是用test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 直接show show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show tables 那么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两边的数据库当中呢 现在都有一个AA的表 然后它们之间是如何做这种数据同步的 通常主重复制 那么主数据库呢 主要是用来做这种相关的这种操作的 那么这个action呢 也就是说这个操作会涉及到读写都会涉及到 那么在整个的写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 比如说用户数据的插路 删除更新 包括呢 会涉及到表的这种 删除更改 等等 那么只要在主数据库服务器这边 做了相关的操作了 那么紧接着 从服务器那边相关的数据 也会跟着变动 我们来做一个这种基本操作 来给大家做一个这种具体的演示 例如现在 这两个库当中呢 都有一个AA的表 这个时候我从主数据库里面 也就是说在master这边的数据库服务器里面 我们将AAA这个表给删除掉 直接输入drop 然后tables 输入AAA这个表 我们将这个表给删除掉 然后直接确认 发现createOK 没有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showtables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已经没表了 那么从服务器这边呢 我们直接去查询 我们不需要去删除 我们就直接再去show一下 showtables 然后大家看一下 也没有表了 这个时候呢 你的主重复这结构就成功了 那么当这个主数据库服务器里面 有任何数据写录 或者有任何这种表建立的时候 那么在从服务器里面 它都会自动同步过来 这个时候 从服务器里面 现在是空的 主数据库里面 因为也是空的 都没有任何数据信息 大家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信息 空的 这个也是空的 这个时候我们创建一个新表出来 看看能看一下 这个它能不能自动同步到这个从数据库服务器里面来 首先我们create table 然后后顿网 我们创建一个后顿网的表明 然后呢在里面直接输入 id 然后int not no 那么它的一个id号不能为空 再往后 username 然后呢 后面呢跟上它的这种 设置的这个值 直接输入20个 然后呢 我们创建这么一个表出来 我们创建一个表 这个表明呢 就叫做后顿网 然后呢 它里面有两个字段 一个是id 一个是username 然后呢 直接确认回车 这个时候呢 已经创建出来了 我们直接收table看一下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后顿网的表明 我们看到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 那么这边呢 我们直接去收table 看一下后顿网 这个表明已经自动同步到这边来了 而且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为这是在局域网里面 那么即使在互联网当中 它的这种同步数据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整个的这种主从复制结构呢 就给大家已经 演示完了 那么整个的安装步骤 安装过程呢 也非常的简单 那么第一呢 就是我们先要把两个主数据库服务器呢 都给安装好 把操作系统准备好 把数据库软件 MySQL安装好 紧接着呢 我们就需要在主数据库这边呢 做一个这种相关的配置文件的一些配置 那么增加一个用户 那么完成之后呢 千万别忘记重启你的MySQL数据库服务器 那么MySQL数据库服务器这边 做完之后呢 再去做从服务器这边 那么这边呢也是一样 那么只是两者在改修改配置文件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这种差别 这是呢 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千万不要搞混了 或者搞错了 那么完了之后呢 把两边服务器都给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呢 做一下这种基本的测试 那么整个的这种主层复制 看看能不能同步成功 如果成功了 那么这个主层复制架构就已经搭建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拿来去使用了 那么整个的这个主层复制结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就先讲到这儿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后顿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顿网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加入后顿QQ群 同时后顿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